街头人多 我跟你讲 刚才看到他们站起来的时候 我能够感觉到旁边有那个小宇宙在急气的感觉 就全是特效 大家好 我是杂哥李延 现在来自北京 然后我也是来自街头 街头碰街头 看看谁是真正的街头 哇 可以了 别闹了 我怎么觉得曹燕这边都来了三回了 他不敢打 根本不敢 不敢 其实本来我是特别想跟他们打 但是我不是还有俩队友吗 可能方有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吧 这样吧 我们应你们了 后边肯定打 你没必要做一宿的这心理建设打我 打了 有点不敢了 我听出来了 有点 多多少少有点 我还是他们就挑杂哥那个主要 杂哥 是一个网红或者是那种搞笑的 我们选择突然来自北京的 杂哥 杂哥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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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吧 对吗 他们第一天挑选的对手 我觉得可能 可能比他们弱吧 他们也没有去挑战一些比他们强的对手 嗨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觉得弱 想想歇歇 因为确实挺累的 看我砸不砸蒙 全你们就得了 好 打过两三次吧 确实我防是一个球没进 我打他五个球只用了四十二秒 对 如果你要是觉得不服的话 一会儿咱俩可以对防 没关系 来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双方球员吧 你就得自己打着呢 好 只有你能拯救这场比赛 你就多出手 就你防我就行 我防你 对 你看我能进几个就行 你防紫 防紫就行 行 你可以吹叭头 我突你啊 你突吗 突也不会过马路一样 六弯 比赛开始 有某个杂队挑战一下 我们接球赛道考核官 杨震对线诺言 我亲自防你 整场防你 杂阁毫不畏惧 三分线杂阁 好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好 但是曹光迅速地在 比较冷静怀疑颜色 迅速地 比较冷静怀疑 迅速地 比较冷静 这场好怕 好怕 来 五防 要操防防 大哥利用掩护 这样砸 他砸得太轻易了 好像 你把某件事做到极致的时候 它也变成你一个独到的技巧 和天赋 这球打进 N1 打赛 你怎么防我 防你 再防你 他也变成你 白净防了吗 换防 而且大家注意场上还在不断地斗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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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板 现在5比3 不是3比3吗 啥时候 篮板 杨振 进攻篮板拿到 给到白晶 白晶调整一下 再出手 远距离投篮 杨振 跟进 进攻篮板拿到 两分打进 7比3 走 别传 干嘛传 砸 砸我 加球 再叫第一位 又是杂哥 杂哥 一般这样的投篮方式 对方 无论怎么干扰都是没有用的 就看杂哥自己手感怎样 漂亮 白晶 一个加速 一步突掉 两分放进 你让球 砸 不喘 自己打 你就砸吧 漂亮 直接砸了给 抢下的其他海选球员 来 来 9比3 打一个 上来打 杨振 提上了掩护 曹芳 撤出来 5秒钟时间 右撤 收成 直径 散开 他的三分球都好准 这是他的标准 射手 马上这边看能不能还一个 这次三分没有还上 跳球 来自中加棋 而这边是张智宁 号称接球圈的小杜兰特 看看195公分的身高 这下篮下没有淘到便宜 杨振收下篮板 拉出来 现在是2比3 杨振的隐蔽 一对一 到左侧这下 造成 对方犯规 发篮 12比3 第一罚进 一次 别抢篮板了 防我 咱们的球 伟丽 伟丽 白队球 明察球好 来吧 白队球 来吧 来吧 兄弟 两人不听说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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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约砸一下 挑了这次 大哥继续拿球 这次要给自己上个助攻吗 这个技术统计没有拿到 9 白晶的老板球 伙子哥 朝方突一步 看看在座手力手 白晶漂亮 一步晃掉 两分上进 中摆式的过人 让对方吃到苦头 15比3 背转身打 这一下 孙嘉青 是9岁的小将 有点犹豫 而这边是 张自宁外线 也没有运动 看看杨振 想上来 直接上个身体 球出界 没关系 白队球 15比3 这真的这场比赛 各位绝对接头 又有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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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砸割圈粉了 曹芳 马上还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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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真正街头的比赛 不停地说 不停地说 不停地打 感谢两队 21比5的比分 谢谢猛哥杂队 杂哥就是你比赛就输了 就我们就是说一说 就是你自己就是参加那个节目 然后现在比赛输了 你觉得这个比赛面对就是 这么强的对手输在哪呢 失误过多吧 好几个球改进的球都没进 然后对方他们都来一起打 我们这是第一次打 输的责任在我 反正输的就输了 以后再赢回来 如果你可以在我说 你可以在砸球这一方面 可以去精益求精的话 就是提升到无人能防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就是说 你去砸球最终的就要奔的 这一个目标去实现 是 我希望你就说 能够砸出一个地球来 好 努力 不是 但是杂哥的那个 分享那个朋友圈的 那个鸡汤写的 肯定比一般人水准要高 我看了一眼 就杂哥的资料上写的朋友圈就是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 真正一个女孩能把我灌坠 哎呀 我天哪 好肉麻呀 让我感受到爱的美好 我希望有天不会为金钱而忧虑 这么多啊 打自己的球 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杂哥 你这都是喝几斤洗凉血的 就是我经历比较坎坷 有的时候就多愁伤感 因为经历的比较多 然后感悟就比较多 对 我是一个外表强 内心多愁伤感 内心相对有一些脆弱 我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泪度满面 回想起曾经的经历 是 我为了篮球漂泊了五十多个城市 我觉得这种经历没有感同身受吧 因为你去漂泊是不一样的 是因为你居无定所 我一直坚持打球的原因 因为篮球就是我的生命 对 就是贯穿我整个生命血液 篮球就像我的伴侣 就是离不开了 我觉得篮球对我来说 是一辈子的一种信仰 就是信念 追求 就让我这一生都非常热爱这个东西 对 热爱的 杂哥是很有娱乐性 而且他在比赛里面的第一个进球 哇塞 那简直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真的是给大家看的 又快乐又欢喜 快乐篮球 我们的快乐就来源于 杂哥这样的选手 对于这个篮球的热爱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而且我觉得他的自信 是发自内心的吧 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他也是正在为自己的梦想 和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在努力吧 我会觉得他可能也很不容易 一个人在外边闯荡啊 飘啊这种东西 确实很难 可能我们相对于他来说 我运气就比较好 他可能是个真的非常热爱篮球的人 我其实内心是比较敬佩他 我觉得可能小丑是我们 他可能去砸了一个篮球 也是为了与众不同一些 让大家更能 因为他这个特点记住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成功的点 我觉得我很支持他 你还能听到 你还不听到 你还能听到